好 接下来我们要上的叫做月向盈亏 这是重点 就是因为月球会绕地球公转的关系 所以太阳跟地球月亮三者之间 会有不同的位置角度的关系 所以从地球上看到月亮 就看到月亮会有这样跟那样 就是所谓的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圈 像下面的图动画给你显示下的情况 叫做月向盈亏 它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太阳地球月亮三个角度关系 上面的图是画的比较仔细的图 它中间有一个小的圈圈 那个小圈圈表示是月亮绕着地球在做公转 那外面的大的波浪是 因为月亮一边绕地球一边绕太阳 所以那个大波浪就是月球真正走走的轨道 就像这样子走的 然后所以就看出来他们三者之间太阳地球月亮有不同的角度关系 所以你就出现下面那一排你看到月亮的长相就会有很多的不一样 就不一样 OK 这就是说月向盈亏 好 我们要解决考试的题目 月向盈亏的题目 我们需要知道三件事情 我们需要知道方位 我们需要知道时间 我们需要知道月向 那我们要学会如何判断方位 判断时间跟判断月向 然后就用这些去判断去解决题目 好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方位 判断方位呢 请看地球自转 地球自转有两个讲法 讲法一 北极向下看逆时钟 也就是南极向下看是顺时钟 第二讲法是 不管你是顺时钟还是逆时钟 统统都是游西向东自转 所以你看这个图上面所显示的 右边这个人 游西向东自转 所以他的我们看过去是下面是西 上面是东 上面这个人呢 就变成右边是西 左边是东 左边的人呢就是上面是西 下面是东 也就是游西向东自转 这个图是北极向下看逆时钟 游西向东自转 所以如果我需要判断方位 请看地球自转 地球自转的方向是北极向下看逆时钟 游西向东自转 游西向东自转 第二个呢是要判断时间 时间你们在地理上学过时区 就是地球人在哪里 对不对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时区 所以时区就是日地人的关系 日地人的关系 太阳地球人在什么地方 就是有时间有时区 所以要有个太阳要有个地球 然后人 我们右边这个人 我们右边有太阳是白天 左边没太阳是晚上 右边这个人 右边这个人在白天的中间 我们称为正 左边那个人在晚上的中间 我们叫做职业 上面那个是白天近晚上 叫做黄昏 下面那个人是 晚上听来的叫做清晨 所以我们就有正午 职业黄昏跟清晨 少数题目 要求我要写上几点钟 我们就规定 清晨是早上六点 正午是中午十二点 黄昏是下午六点十八点 职业是晚上十二点二十四点 这样的规定 这样做题目就对了 所以呢 如果要问我时间 要问我时间 去看日地人的关系 太阳地球人在哪里 我就能够定出所谓的时间 所谓的时间 那月相呢 平常刚刚讲过 不会有阴晴圆缺 是因为太阳地球 月亮三子的角度关系 所以是太阳地球月亮三子的关系 那么月亮现在在右边这里 太阳照过来 右边是亮的 左边是暗的 地球看过去看到一个黑黑的暗的月亮 这个称之我里 错 太阳走到左边这边过来 右边是亮的 左边是暗的 你有看到一个整个都是亮月亮 这叫做所谓的望 然后呢 上面跟下面 看会都是一半的月亮 这叫做所谓的弦月 上面的叫做上弦 下面的叫做下弦 为什么 因为上面的先到 下面后到 我怎么知道 谁先到 谁后到 太阳系的运动 除了少数国中复交的例外之外 运动方向都一样 也就是说 如果地球是逆时钟自转 月球也是逆时钟风转 如果地球化的是顺时钟自转 月球也是顺时钟风转 我们的转动方向大家都一样 有少数另外 国中不交 我们通通都一样 所以你看到 它上面是先到 我们就称之为下弦 下面是后到 我们就称之为下弦 OK 好 我们的结论可以这样子说 太阳地球月亮 塔中间的叫做硕 望旁边的叫做望 先到的叫做上弦 后到的叫做下弦 OK吗 可以吗 OK 好 那如果你会判断 如果你会判断时间 会判断方位 会判断月相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来解决题目 就可以来解决题目 是回答下弦问题 第一个上弦月黄昏时 月亮在哪里 好 老师说 考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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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第一步 画地球画太阳 画地球画太阳 太阳画哪里 不重要 但是要画 因为你有太阳之后 你有太阳之后 你才知道谁是卡中间的硕 谁是放旁边的望 谁是白天的中间叫正午 谁是晚上的中间叫纸夜 所以第一步步骤 画地球画太阳 第二 让地球会转 四十钟转 四十钟转 没关系 随便 都可以 但是要它会转 要它会转 为什么 因为你要它会转 你才知道谁是先到了上弦 谁是后到了下弦 谁坐到了下弦 谁是白天进晚上 谁是晚上进白天 OK 好 这叫做基本动作 基本动作都做完以后 基本动作都做完以后 开始看题目的要求 题目的要求 上弦月黄昏时 好 请问你 这个图 上下左右 月亮在哪一边是上弦月 上下左右 月亮在哪里上弦月 那个 那个 女生你 上面 对 上面 老师说卡中间叫做硕 放旁边叫做望 历史东转 上面是先到 先到叫做上弦 OK 好 现在上弦 第二叫做黄昏时 黄昏时 黄昏是时间 时间是日地人的关系 郎以兜以叫做黄昏 也一样 上下左右 人在哪一边是黄昏 大哥 人在哪 上下左右 人在哪边是黄昏 你在哪边是黄昏 下面很好 错 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人在哪边是黄昏 下面很好 错 上下左右 上面 右边是白天 太阳嘛 对不对 右边是白天 左边是晚上 看出来吗 看出来吗 右边是白天 左边晚上 然后呢 历史东转 所以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白天 进 晚上 所以叫做黄昏 下面是什么 晚上进 哪里叫做 清晨 所以人在上面 OK吗 好 你又在哪里 在哪里 就是方位 老师说方位要 老师说方位要看谁 老师刚才教方位要看谁 定方位 我刚才教你要看什么定方位 地球是转 所以地球怎么转 北极下看逆时钟 对不对 画定时钟 然后再中文下去 不管顺承钟 地球怎么转 地球怎么转 游西向东转 游西向东转 哇 月亮也不在西边 也不在东边 画在前面 画在前面是什么意思 画在前面的意思 文言文 文言文 通过植物线 通过植物线 啥叫植物线 把你们在地理上所学的金线 放大到天上之道植物线 OK 地理上学的叫金线 拉到天上之道所谓的植物线 文言文叫做 通过植物线 普通文言文叫做 天顶附近 白话文叫做 头顶附近 头顶附近 所以它在头顶附近 这个是立体的图压扁 你想象一下 你站在这里 你站在这边 头上有一个地方 然后月亮在头旁边一点点 然后现在把它压扁 压到一张纸上画 画在你的前面 你们听懂我意思吗 我人在这边 月亮在这边 然后压扁 压到一张纸上 画在我的前面 听懂 听懂 所以它在头顶附近 所以上弦月黄昏时 月亮在我的头顶附近 我们先来看下一个 上弦月的月亮 什么时候升起 什么时候落下 老师说第一步做什么 画地球 画太阳 太阳画哪里 不重要 第二步 让地球会转 怎么转 不重要 好 那请问 上弦月的月亮 上下左右 都一起上弦月 这个图上面 上下左右 上面 好 好 问我何时升起 何时落下 有个小技巧 什么小技巧 连到地球 连到地球 写个T 顺着转动方向 升起落下 转动方向 右边叫做升起 左边叫落下 看得出来吗 顺着转动方向 顺着转动方向 右边出来 有没有 升起 左边 下去 所以右边叫升起 左边叫落下 老师 你确定吗 我确定 地球怎么自转 北极向下看 逆时钟 由西向东 自转 所以你看看 右边的时候 月亮在东边 有没有 人再因为月亮在东边 月亮东方升起 没错嘛 然后呢 人跑到左边的时候 月亮在哪一边 西边嘛 月亮在西方落下 没错嘛 所以 没错嘛 好 没错 所以呢 那右边 那请问你右边的时间什么 他问我是时间嘛 右边是什么时间啊 右边叫白天的中间 看出来了吗 右边白天的中间嘛 对 有人有题目是问你急的 你要写12点 那如果不问急的 你就问你那你要写什么 正 右边正 左边呢 晚上这边叫做什么 职业 所以呢 什么时候升起什么落下 正午升起 指夜落下 所以呢 上弦月的月亮 正午升起 指夜落下 老师刚才教说 问我升起落下的小技巧 什么小技巧 连到地球写个T 顺着转动方向 升起落下 了解吗 而且OK 下以P 上弦月的月亮 什么地方是亮的 什么地方是暗 老师说第一步化地球化太 老师说第二步让地球会转 第三步上弦月 上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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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地球自转 第二步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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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向下看 逆时中 由西向东自转 所以西向东 所以哪一边亮 西边亮 东边岸 所以上弦月如何 西明 东岸 上弦月 西明 东岸 上弦月 西明 东岸 好 什么是上弦月 什么是上弦月 说法一 农历上半个月的叫做上弦月 下半个月的叫做下弦月 说法二 上半月看到的叫做上弦月 下半夜看到的叫做下弦月 看到吗 他正午升起对不对 升起的时候看得见吗 看不见嘛 因为白天对不对 什么都看得到 黄昏以后看得到对不对 黄昏十二点以前嘛 晚上十二点钟以后也看得到对不对 所以上半夜看到的叫做上弦月 所以说法二 上半夜看到的叫做上弦月 说法三 就是刚刚的答案 西明东岸的是上弦月 这个可以背起来 因为考试参考 上弦月 西明东岸 一定 保证对 南半球也对 也是西明东岸 东跟西 南北半球都是一样的 没有说我们的东月 是南半球西边这位是 没有这位是 我们的东月西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都一样 西明东岸 好 上弦月 说法一 农历先到的 上半月 叫上弦月 二 上半夜看到的 五夜十二点钟 已经看到的叫做 上弦月 说法三 西明东岸的叫做 上弦月 我说过第三个就背下了 因为考试参考 OK OK